我叫鍾天明 我1937年出生的 我是大埔新界人 我由香港1961年4月3日 在香港起飛機 起飛機去到巴基斯坦的時候 飛機壞 在巴基斯坦停了兩天 自己多害怕 又不懂得說英文 自己心情很亂 兩天之後 自己跟著就起飛機 直到4月6日到倫敦 然後我在朋友那裡住了一晚 朋友就送我去天光日 送我去乘火車上北上 上哈利伯克斯 去到哈利伯克斯下大雪 嘩 厲害 那些雪 然後站在火車站 不斷震 不斷震 令人害怕 後來去我那個 叔伯弟弟那裡 他不是餐館 他都是跟別人打工的 就在那裡住 住了一兩個星期左右 他跟我找到一份工作 就只是做茶房 做茶房 那我自己做茶房 做茶房 跟著呢 老闆說 你不如去學劇 留面 自己又不懂英文 怎麽學呢 那慢慢學 慢慢學一下英文 同學一些鬼 都說 普通有些朋友 自己不懂就問一下他 自己人就經常記字 記字 記字 這樣就學一下 學一下 學一下 普普通通 講得通的 自己問什麽 就是那個老闆做了六個禮拜 都是沒有薪工的 沒有薪工我怎麽行呢 後來呢 跟著我弟弟找到 我叔伯弟弟又找到 我一間走去哈利伯 做了一年左右 不止六個禮拜 做了一年 那時四磅半人工 四磅半人工一個星期 哇 那後來還要抽稅 還要抽稅 那時 這裏的佛那間餐館 他有份的 那調我過來這裏 調我過來這裏 做茶房 又是做茶房 跟老闆做了多少 做了十一年 就我 跟著我出倫敦呢 做工 省到一筆款 我自己死省 省了那麽久 省了十幾二十年 那個老闆就調我出來卡碟做 又是做了六個禮拜 做了六個禮拜 跟著我下來變聰 一直到現在 開一間快餐店 開完快餐店 沒多久呢 我就回香港 都是不夠一年 我就回香港 跟我太太結婚 一起過來 大家一起熬 跟著有個兒子 有個女兒 有個女兒先的 對 最開心的時候 熬到今時今日 這樣也好 自己退了 現在沒什麽做了 自己是喜歡 整個花園 做個花園 做個運動 不是這樣 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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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睡一天